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有助于保持内心的宁静 更能够在人际关系和命运的波折中赢得更多 不孝天灾体现了对自然力量的一种尊重和理解 自然灾害如地震 洪水 飓风等 常常是突如其来不可抗拒的现象 其破坏力之大令人无法忽视 在面对这些灾害时 人类应该树立一种敬畏之心 认识到自然的威力远超过我们的掌控范围 首先 敬畏自然是对人类有限性的一种认知 人类虽然在科技和文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在自然面前我们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自然灾害的发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人类无法完全掌握和控制地球的种种力量 这种敬畏并非畏缩而是一种谦卑的态度 使我们更加谨慎地与自然相处 其次 理解自然是建立在 对科学的认知和研究上的 通过科学方法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然规律 预测灾害的发生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减灾措施 理解自然不仅仅是认知自然力量的强大 更是通过科学手段去与自然协调 减轻可能带来的损失 避免嘲笑和抱怨 正是因为自然灾害是不可预测和难以干预的 责备自然是毫无意义的 相反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自然 关注科学研究加强预防措施 更好的适应和减缓灾害的影响 因此不孝天灾并非消极地顺从 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通过理解和敬畏自然 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他人和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 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引导人们更理性 更谨慎地面对自然灾害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不孝人祸传达了在面对人为灾难 使要保持宽容和同情的重要观念 在人类社会中矛盾和冲突屡见不鲜 但对待这些人为灾难时 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远比嘲笑和怨恨更有建设性 首先宽容是一种超越矛盾的智慧 社会中的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 但通过宽容的心态我们能够超越个人情感 以更大局的眼光看待问题 这种超脱个人情感的宽容有助于平息矛盾 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开放的思路 其次 同情是理解他人痛苦的出发点 在面对人为灾难时 同情心是连接人际关系的纽带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处境 通过同情我们能够共情他人的痛苦 促进更有利于和解与合作的氛围 避免嘲笑和怨恨有助于打破紧张的社会氛围 嘲笑和怨恨只会加剧矛盾 激化对立最终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相反理解和包容的态度有助于减缓紧张 为社会带来更多和谐与团结 宽容的心态不仅有益于个体之间的关系 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宽容和同情是必不可少的品质 能够促进人们更好的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通过这样的心态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包容 理解和和谐的社会环境 不孝疾病 强调了在面对疾病时保持坚韧和乐观的态度 生病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生命挑战 而积极的心态不仅有助于更好的应对治疗和康复 也能在支持他人时传递正能量 首先保持坚韧是战胜疾病的重要品质 生病往往是一场体力和心理的考验 而坚韧的态度可以让人更有力量去克服病痛 坚持治疗的艰辛过程 坚韧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支持 也是对身边支持者的一种榜样 能够激发共同战胜疾病的信心 其次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康复过程至关重要 科学研究表明 乐观的人更容易产生积极的生化反应 对免疫系统和身体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在面对疾病时 积极的心态能够帮助个体更好的应对治疗的挑战 加速康复过程 同时传递正能量对于个体和身边的人都有益处 在与他人分享积极的生活态度时 可以激发对方的希望和勇气 构建一个更加支持与关爱的社会网络 对于患病者而言得到他人的理解和鼓励 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 提高生活质量 总体而言不孝疾病 提醒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健康挑战时 不仅要在治疗上坚韧不拔 更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变化 这种心态不仅对患者本人有益 也能够在社会层面传递出正能量 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关爱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不孝残疾强调了在面对残疾时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而非歧视或排斥 这一观念基于对每个人独特价值的认识 无论身体状况如何 都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重 首先理解残疾是建立包容社会的基础 残疾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失去 料其他方面的价值和能力 通过理解残疾人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可以更好地创造适应 各种能力水平的社会环境 使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其潜力 其次 给予支持 是消除残疾人事障碍的关键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 包括无障碍设施 教育机会 就业机会等 能够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支持不仅仅是提供物质帮助 更包括对残疾人的尊重和鼓励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通过理解和关心残疾人群体 我们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温暖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是残疾为多样性的一部分 鼓励每个个体都能够充分发挥其潜能 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贡献力量 这种包容的态度不仅符合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 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总的来说 似不孝并非一种消极回避的态度 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 通过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时保持冷静 理智宽容和乐观 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自己走向成功与幸福 同时也能够影响他人 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下一个视频